那么另外一个问题 他问我们要怎么样修持 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学佛的人能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说他的大死就圆满了 不但是这一生的大死 而且是生生世世羞耻的大事情 怎样才能有把握往生 必须要依据 佛在净土三经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 特别是无量寿经讲的详细 诸位必须要读诵 一定要理解 往生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你看经典三倍往生里面 跟我们提出来的 每一种佛都说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这一句经文 非常重要 而这句经文的意思 也很深 也很深 很广 很广 泥陀经上讲的 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可以互相 来参与 严慈大使 写 无量寿经苏超 他将这句经文 做了很详细的 说明 占他全部苏超的 大分之一 古时候这个本质 现状书 这个苏超 总共是四册 现状书四册 而解释这一句 就是一心不乱 心不颠倒 解释这个八个字 他就用了 战本 就是半册 战全书的 八分之一 由此可知 这是非常重要的 经文 我们一定要 细心的 去读诵 去研究 然后知道自己 应该怎样去做 这一生当中 才决定的 这是必须 必须要懂得的 那么另外 还有一种情形 这就是我们常讲 真正老实的人 真正老实的人 说老实话 这些教理不懂 也没关系 真正老实的人 太少太少了 虚无难逢啊 你想谭旭老法斯 跟我们说的 往年 地形老法斯 有一个徒弟 中年出家 四十多岁 这出家 出家之前呢 做锅炉酱 锅炉酱 现在已经没人懂得了 我小时候 住在农村里面 常常看见 挑一个担子 不锅 不碗 像这个瓷蟹 这个茶杯 如果打破了 他再把它 补起来 还可以继续使用 做这种生意 非常辛苦 赚钱赚得很少